欢迎大家领导第四届全球海外投资方位 我的名字叫Matthew Sumner 中文名字孙南 我是本节会议的主席 我很高兴向大家介绍本节会议的主题 和中国对外投资吹起的间断历史 最后我将代表该组织 介绍本节会议的主办方 境外投资InvestIn 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想再次特别感谢 我们第一天主要的赞助商 墨西哥的Zagotex州 墨西哥的海外投资咨询机构 Mexi Connection 纳瑞丽亚市友和Taranty 自由茫围区 阿曼的Sawar港口和自贸区 阿里丘沙扎的投资资金局 英雄威尔尖群岛和开门群岛的 哈密斯律师事务所上海干事处 和今天来到会议现场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赞助商和参会大家们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 中国对外投资200时代 一带一路长一下的投资新浪潮 这两天关注的三个G20领域是 境外投资、自由贸易 以及利用自由贸易和经济特区 作为投资和贸易平台 在境外投资平台 是以上化区间的2008年 中国也放宽了境外投资的选批要求 中国的境外投资额翻翻 达到550亿美元 而一年前这个数字净为 260亿美元 在之后的8年里 到了2016年 中国每年的海外直接投资额 集中到了1800多亿美元 成为世界第二大海外直接投资来源国 竟死于美国 在2017年 又由中国政府发放了新政策 来引领国内企业 投资海外项目的方向 并符合国家计划 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项目 海外直接投资和投资 并购逐渐的转折 在2017年 海外商业地产 路由和娱乐 也等等 历赖人民的投资领域 下降了80%以上 到2018年为止 这些领域还没有宣布任何新项目 与此同时 对一带一路 国家的孤立行业和投资软包是活力 并呈现出 上张的走向 我们估计 中国对外投资将继续增长 并超过2016年的水平 终点是 孤立行业和国家 终点复制的国家 改变其意味着机遇 境外投资 Investing平台 将为中国企业和 世界上的投资资金机构提供服务 自境外投资 Investing平台在2010年成立以来 中国的私营和国有企业 投资群体和高精致人士 已经扩展公司资产和全球运营 规模表现了能获得兴趣 至于地区性的需求 已经通过境外投资平台 光受认可的中国境外投资 媒体和活动得到满足 并推动了超过60个 投资促进机构 在中国的成功案例 我们公司 境外投资 Investing冷终地宣布 2018年全球海外 投资访会 商业交开 方会为中国商业领袖 提供一个有志的业务发展平台 信息交流和机委需要的资源平台 以扩大在全球的业务 我期待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在方会上与大家见面 在这个会议厅里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 达成业务照应 请大家利用好这个难得的机会 打开你们的许业 用保新的机会 继续发展良好关系 并深入发展进一步的投资关系 最终公固 你的全球扩张的计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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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